赌场上没有赢家 沉迷中共红色赌盘的澳门小赌王周焯华 也同样郎当勇誉 他孤注一掷的最后一赌 结局也注定悲惨 曾超越美国拉斯维加斯 号称世界第一大赌城的澳门 正经历博彩业的日渐凋零 昔日风光无限的澳门小赌王周焯华 现在已是澳门路环监狱的一名囚犯 澳门当局正耗资21亿 新建一个位于路环九澳的新监狱 而被重判18年的周焯华 则有机会入住这个新监狱 2021年11月 太阳城集团创始人周焯华 在澳门因涉嫌非法经营赌博和洗钱 被警方逮捕 拥有葡萄牙籍的周焯华 绰号洗米华 也被外界称为澳门小赌王 1974年5月30日 出生于中国的赌城澳门 曾是被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和央视 反复吹捧的澳门政商娱乐圈红人 曾参与投资制作了多部中共爱国主旋律电影 不曾想剧情反转 自己却成了被打入监狱的黑帮主角 周焯华年少辍学 他才出生 他出生在赌城 经营的是赌厅 第一部投资拍摄的扑克王 也是赌场题材的电影 赌场就是他的舞台 他的人生起伏 更是始终离不开一个赌字 赌徒的最大特征就是不认输 总以为还有机会可以翻本赌回来 2023年1月 澳门初级法院裁定 周焯华创立及领导犯罪集团 诈骗 不法经营赌博等合计162项罪名 判监18年 判罚86亿港元赔偿金 周焯华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他声称 完全没有犯罪意图 也没有犯罪报酬 2023年6月 有港媒曾披露了一封周焯华 向余千名被欠薪员工致欠的狱中书信 但这封信看起来 更像是借机为自己公开辩护 表达对判决的不满 2023年10月20日 澳门中审法院裁定 周焯华等人诈骗罪名不成立 改判加重清洗黑钱罪 周焯华的监禁期限仍维持在18年 法院判处周焯华等人 向澳门政府支付总金额约255亿港元的罚金 澳门监狱的条件不错 澳门司法警察局 曾制作一支关于澳门监狱生活细节的影片 新囚犯除了刚入狱时 需接受俗称通贵的私密安检外 不会被强迫劳动 若觉生活无聊 还可申请做木工、洗衣、做面包等工作打发时间 在澳门监狱 名人还可能住进独立囚房 犯人每天有两次放风时间到操场运动 每周有一次一小时的亲友探监时间 澳门法律规定 在星期满三分之二时 可申请提早出狱 或许周焯华不用坐满18年的牢 12年后就可申请出狱 但监狱再好还是监狱 周焯华显然忍受不了不自由的监狱生活 根据网上博彩媒体亚博会的报道 2023年11月14日 已经入狱差不多两年的周焯华 亲笔写了一封致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公开信 也可算是周焯华在澳门终审判决近一个月后 仍企图翻盘的最后一波 周焯华似乎有备而来 继续坚称 整个案件没有受害者 没有财务损失 没有人命伤亡 也没有贪污腐败 只是赌场案件 并反驳黑社会等多项指控 声称 希望可以得到一个公平和正常的裁决 说到周焯华的起家经历 肯定要提到曾经斥战澳门的赌场大佬 尹国居 上个世纪末 在澳门有个被时代周刊称为 澳朴末期教父 绰号崩雅居的风云人物 被誉为权力大过当时的澳门总督 这个人就是尹国居 他被传媒报道为澳门黑社会 十四开组织的头目 其黑帮身份 曾被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公开证实 1995年 年方21岁以爬崽身份 涉入赌场刚一年的习米华 迅速败入崩雅居门下 1999年 尹国居因涉嫌谋杀当时的澳门警察司司长 白德安被抓入狱 周焯华表现得不离不弃 屡次到狱中看望 深得尹国居器重 借助尹国居的势力 周焯华获得了一笔不小的资金 转向赌场贵宾厅的营运业务 在尹国居坐牢的这十多年时间 头脑灵活且胆子大的周焯华迅速崛起 篡升成澳门的赌厅之王 2007年周焯华创立太阳城集团后 太阳城集团迅速发展 在澳门及海外 合共拥有超过30间贵宾厅 及450张堵台 贵宾厅市场占有率 占全澳门的45% 属行业龙头 太阳城集团旗下业务遍布全球 除了赌业外还包括旅游、电影制作、演唱会、餐饮、奢侈品、拍卖、金融、地产、足球等多元化业务 周市的资产净值至少14亿美元 西米华的人生经历堪称是崩崖居的翻版 但2012年尹国居出狱 周焯华已殷勤不在 不仅没有为老大接风洗尘 连崩崖居老母八十大寿也没有应邀赴宴 周焯华对这个昔日提携他的老大已避而远值 赌厅称王之后的周焯华有了资本 他很快就为自己的赌运加注了红色的筹码 开始在赌场和官场两道之间游走 2011年周焯华高调成立获澳门中联办官员 中共外交部驻澳门副特派员等人士捧场的澳门励志青年会 中共喉舌新华社对此做了专门报道 周焯华被中共包装成了 从社会底层逆袭成商业大亨的励志楷模 周曾任中共广东省第十一届政协委员 2015年周焯华被委认为 中共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政府文化产业委员会委员 他还担任澳门地区的 中共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名誉顾问 周焯华与中共政法系统互动密切 2016年11月 中共公安部网站曾报道称 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 对《湄公河行动》这部电影大为赞赏 而现已被当局查办的两名前公安部高官 傅政华和孙力军 也都曾为周焯华投资的中共主旋律电影站台 此外周焯华还和一些黑道出身的名人一样 积极捐款 参与助学 扶贫 抗疫 救灾等活动为自己洗白 2018年周焯华成为有官方背景的杰出人物 2018年澳门特级推选的澳门杰出人物 他真正成了越来越红的澳门红人 2019年周焯华参加中共建政70周年大型巡回展览活动时 还积极表态支持中共当局的一带一路项目 周焯华被称为澳门小赌王 此前澳门最大的赌王一直都是何鸿燊 何鸿燊的四太梁安琪 是周焯华成为澳门赌厅之王的背后推手 老赌王何鸿燊在2020年去世后 周焯华介入了梁安琪和何鸿燊的女儿何超穷 争权夺利的内斗中 他一度对接盘新赌王之位雄心勃勃 但赌王家主事的何超穷 却把周焯华视为闲杂 拒绝他参加道宴何鸿燊 1999年以前 澳门博彩业长期为何鸿燊家族垄断 1999年以后 澳门政府发放新赌牌 银河娱乐永利度假村入局 形成三足鼎立 2002年 澳门博彩业再次有新入局者 美高梅金电超豪 金沙中国 新豪博亚 2022年周焯华入狱后 澳门博彩业的六张赌牌 经过重新尽头后格局延续 有三张为赌王何鸿燊家族成员继续经营 在赌王二房和四泰对澳门赌牌 重新尽头的争夺中 四泰的最强帮手周焯华 在关键时刻突然落马 而赌王何鸿燊最有商业头脑的女儿何超穷 是最大赢家 她在2019年 曾被中共推到联合国待其发声 周焯华赌运的下坡路 其实早在多年前就有了迹象 2019年7月8日 中共官媒《经济参考报》他们称 亚洲新赌王周焯华控制的菲律宾 和柬埔寨太阳城网络赌博平台 已深度渗入中国 赌资可在中国以人民币结算 文章指其控制的平台 针对中国大陆赌客直播真人庄家开牌 身在中国的赌客借助视频远程下注 足不出户实现境外参赌 该平台号称是亚洲最大 世界顶级 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博彩娱乐帝国 其会员有数十万之众 光在大陆每年的赌注额 就在万亿人民币以上 相当于中国福利彩票年收入的近两倍 其每年盈利更是高达数百亿人民币 这些赌博资金通过地下钱庄流向境外 造成资金恶性外流 被称为绽放在中国的网络赌博最大因素化 2020年10月 在中共当局讨论把跨境赌博入行时 财新网就以《习女华们怎么办》为题发文 矛头直指周焯华 旅澳知名法学家袁宏斌曾对媒体表示 据他在澳门的中共体制内朋友披露 周焯华实际上是中共一些权贵家族的白手套 是曾庆红、孟建柱安排在澳门的人 当局逮捕这个小赌王的目的 是要摧毁江派人马的经济基础 袁宏斌认为抓周焯华涉及中共高层权斗 袁宏斌说 周焯华是曾庆红安排的 专门执行中共统战任务的一个人 所以他才有过广东省政协委员这样的职位 政协是中共统战部直接领导的 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曾庆红 曾经分管港澳事务 在港澳势力深厚 中共推行一带一路重要的方式之一 就是开展博彩业 对东南亚各国的党政军各阶层进行渗透 澳门本身就是中共利用博彩业 来统战东南亚的基地 台湾很多的投共人士 最初都是到澳门赌博被中共搞定的 曾和中共安全部关系密切的流亡富商郭文贵 也有类似的描述 他说 周焯华最早是安全部前副部长马健培养的 在澳门搞洗钱 黑帮 情报都是他们的大计划 周还负责打钱哨 收编马六甲海峡和美工河两岸的黑帮 控制这些地方的贵重资源及武器 人口 毒品等的走私 周焯华落网后 中国大陆媒体南方周末还曾刊文质疑周焯华利用爱国电影洗钱 文章称 大陆娱乐巨头北京博纳影业集团与周焯华牵扯颇深 博纳花13亿人民币制作的中共宣传大片《长津湖》有周焯华的投资 博纳也是湄公河在行动等多部周焯华投资影片的合作方 博纳的发展和全清中港两地娱乐业的曾庆红胞弟曾庆怀关系密切 周焯华的影业投资有着诸多帮权贵转移资产的洗钱嫌疑 在中共的威权之下 被打倒的人向来只有服输认罪的 从没有能让政府认错的 周焯华的公开信能在中共严厉的舆论监督下公开流出 就很反常 其本身就是习当局在中共内斗中要打击的对象 想要通过给习的公开信让习当局承认冤判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周焯华的公开信无形中已经成了习的政敌利用来打习的工具 而他孤注一致的翻盘举动 无疑也是把自己都压上了堵桌 再次 继续